我們到了獸耳塔 現在這個這麼大隻的扇門 看過一個模式 好刺激啊 好刺激啊 這個小龍馬 綠雪了 好開心啊 可不可以吃到這麼快的馬 好好吃 像那些汁 啊 今天是2018年1月5號 現在是6號 那我們現在就坐12點55班 12點55班 12點55分的航機就出發去首爾 好久都沒見過阿典娜女神和我兩個人去旅行 那我們這次去韓國十分之期待 因為不知道究竟有多冷 因為我們真的沒試過 我們沒試過 對啦 還要是未出發的時候 那個行李箱已經滿了 20KG 對啦已經20KG 所以是十分之期待 你今次會不會爆行李箱回來呢 還是我們的身形變了爆了 我真的很期待 那我們去到韓國再VLOG給大家看 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拿完行李第一件事呢 要把所有魚肉都拿出來穿 因為真的很害怕外面很冷 好 好了現在搞定所有東西呢 現在是韓國的時間 早上7點了 現在就準備出發去這個酒店了 其實來到機場的時候 會有很多不同的找碗店 大家如果身上沒有韓國幣的話 你可以唱少許 可能你唱二三百港幣 用來搭車先 千萬不要在那裡一炮個搶 我看到有很多香港人 都會直接在那裡做搶錢 但是那個回率是真的比較高 它是一對一二八 我之前也介紹過 今天也會再介紹那一間的搶錢店 我上網之後再做個Research 那一間的確是便宜很多的 那我明天早上再去再唱 因為我上次去韓國 又有些汪症在那裡 那我就不用特別去再唱錢了 那基本上呢 我剛剛在機場上面 看到很多不同的電話卡的報道體 那都是會比較貴一點的 即是如果我在香港 還回來做一個Wifi蛋 大概都會便宜半價 我都不是特別建議大家 去到韓國到時才買電話卡 那香港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準備Wifi蛋 那Wifi蛋唯獨有個不好處 你就不能打電話 那基本上你WhatsApp 現在都可以打電話 那所以你們自己大約衡量一下 因為我看到如果買電話卡的話 不知道三天就5500W左右 那你自己做個準備吧 那出來這裡就是普通線的列車 那對面就是突快的列車 那大家要自己留意那些時間 因為如果你搭突快的列車 它不知道半個小時一班 那是會快一點 但是價錢比較貴一點 那兩個人加起來就是19000多W 那如果這裡便宜一半的價錢 但是最主要的是 它雖然是慢一點 但是它等車的時間會快一點 那變相我那邊要等半個小時 那那邊的時間都會節省 那所以我這次選了普通的列車 那我就搭14個站 那搭快的話就會快很多 但是我等車的時間會節省 大家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那我就搭了這個普通列車 如果普通線買票 那就記住大家來到這個版面 直接按4號線 那4號線就直接有名動 不用特別逐個逐個抄 按完之後 那兩個人 就是9500W 那就可以了 來到這裡你會看到一個時間表 那我就告訴你多少分有車 那也不用特別 是隔10分鐘就有一班車 那我這裡錄一錄給你看 做一個參考 那如果大家來到韓國的話 其實你真的問朋友借8日通 我上次有借 但是這次真的沒有時間了 那我就沒有借到8日通 那買票方面就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平時那些你不用買的 不用按你直接按就已經按了 那我這次就要買票就麻煩一點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搭了1個小時的普通車 搭了14個站 我們現在來到首爾站 來到首爾站之後 就會再轉車去明洞 那由頭搭到最後一共14個站 搭到首爾站之後再轉車去明洞 從機場搭到這個首爾站 就剛剛好1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看到那個突快線那裡寫 就說搭半個小時左右 那其實都一樣 因為我本身等車要等半個小時 那變相我搭車有半個小時 也就是1個小時 那所以你們如果 那麽剛好時間對的話 那你就建議大家搭這個突快 如果不是大家搭這個普通線 都覺得方便的 你由頭睡到總站 那1個小時的時間 那當休息一下都OK的 如果特別趕時間的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便宜的 最主要的交通就是這樣 又不是說特別貴 那就不需要說特別 真的要搭到這麽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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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的時候都要再搭到這麽貴 你一定必須要走這麽貴 不得了 上次我記得也是這樣 唉 救命 好餓 好餓 不是吃東西 好餓 我們出到明洞第一時間 你想做些什麽 你吃了嗎 真的好肚餓 真的好餓 我們不知為何 我們一路搭車 兩個個肚子一路打鼓 鼓 那麼我們呢 去到第一時間 應該不放哪個行李 我們都要先吃東西 真的好肚餓 為什麼 會沒有電梯啊 我常常都 會頂住 加油 差幾級了 還沒吃東西 還差那些力 是嗎 哈囉 哈囉 我們剛剛買完這個票 它有1000元這個按金 我們現在就還回這裡 寫著還回它 就會拿回你的錢的按金 一人五百元 一人五百元 對 好 那我們就沒有人拿回五百元 就出發了 咦 不理一下為什麼 現在什麼收成 其實為什麼可以全程都是樓梯的 我想問 重點是 其實你搬不是問題 對吧 你重點是還沒吃東西 這個才是重點 OK 我們出發了 哈哈哈哈 你們做什麼 這是雪櫃 好像是牛肉一樣 怎樣出發 但是外面好冷啊 嘩 好冷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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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好像是來河哥丹泥一樣 大哥 怎麼搞的 又冷啊 要排個橡樓梯 真的行嗎 啊 我明天要吃十個餐 很餓 哈哈哈 你行不行 你行不行 好累啊 好累啊 好 逐點是給你吃東西 1 2 3 1 2 3 喔 有人幫 有人幫女神手啊 你記得女神的威力嗎 就是 有個哥哥 他快過來啊 很冷啊 那我們呢 在這個9號出口 這裡 看到嗎 這裡走了上來呢 我們的酒店到了 很方便 明洞站 然後一出就是 我們的酒店了 好累 好冷 好餓 嘩 先去酒店放些東西 再次禁止一下 好了 回到酒店了 終於多了 這間就是我們的酒店房了 真的超級方便 但酒店房的話呢 那個大小就不是說真的好大 就是這樣的 就是一進來就只有這麼多 那個位置不是很大的 兩張床 然後這裡就是窗口 電視機 然後有一張小小的桌子 然後這個位置就用來給你放小小東西 有個櫃子 夾蠻 雪櫃 各樣 然後這裡 小小的衣� 這裡就有一塊全身鏡 去到廁所就是這樣的 進去就是 一來就馬桶 然後就洗臉 然後就洗臉 然後就直接站在這裡洗澡 就是這麼多 那你說這個酒店漂亮不漂亮 我覺得正正上就合格了 嘩 這麼差啊 因為我上次住的T-Mart Hotel 都OK的 跟這裡差不多 你問我這間酒店 你覺得我沒有什麼 我要住下去才知道 你問我一百分沒回來 有八十九點三四 如果說方便的話 它真的方便程度是一百分滿分 你剛剛也看到 9號站出口一出 其實就到了 所以就真的超方便 那這次我在哪裏訂機票酒店呢 就是在Xpedia那裏訂機片聯酒店 那我就飛五天五夜 那我會住五晚的酒店 那如果大家想省多些錢的話 那譬如今天這樣 其實你可以不選擇去住一晚的酒店 其實我隔多六七個小時 其實我可以check in第二天的了 變成這一晚的酒店 可以省多一點的錢 我一向都喜歡飛夜機的關係 我通常一落機都會想回到酒店 休息一下 那變成我不想一來到就馬上去行程 那我就變成 這晚的酒店 都是欠個少許的價錢 我覺得都OK的 另外大家最想知道的東西 就是我租了什麼WIFI彈 那WIFI彈今次呢 我每一次都用不同的 那這次就試到這間的Crazy Egg 那它的價錢是三十元一天 我沒有多說三十元一天 那我之前都試過一些更便宜的選擇 那但是每一次都想試一些不同的 究竟哪個最好 我再告訴大家 這個我暫時用下去的感覺都挺良好 那但是要去到之後我再告訴大家 或者我再加上字幕 告訴大家 究竟它好不好用 那現在呢 是早上時間的九點鐘 那剛剛放下了些東西 那我就下來吃個早餐 吃完早餐呢 正常不是要玩的 吃完早餐就睡一會 就是睡一兩個小時 先補一下眠 因為都始終昨天上了一天工 那很累的嘛 那我一向都習慣了 那我都習慣了 那我都習慣了 但是我要吃個早餐 因為真的很肚餓 肚餓我睡不到覺的 你知道吧 那我現在就找點東西吃了 我們在酒店那裡轉了進來這條街 你一轉即酒店那條街 一轉進來 一兩十步路都不用 我就來到明洞 真的明洞 但是你現在會見不到 不像明洞 你看到這裡綠色 你應該知道是什麼 那我就在明洞最多人走的地方 但是現在真的太早的關係 它現在店舖才慢慢開始開 那所以沒有選擇錯 我覺得你訂一個酒店 你都沒有那麼多東西 除非你去看風景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不住一萬酒店 如果你說不是我來這些街道血拼 走一些市區 那你就沒那麼快開 那你們一定要選酒店 I want a and fish cake Thank you 你實在太餓了 我們見什麼吃什麼 不想吃什麼了 嘩 嘩 好嫩 嘩 它有點嫩 我以為它是很清淡阿婆吃醫院吃的 但是它吃下去有一種很強烈的胡椒味 很強烈的胡椒味 你問我好不好吃 現在不作準 因為現在什麼不臭都會覺得 這個東西全部都很好吃 因為我真的很餓 我們有早餐吃了 我已經點了三文治 現在再吃個菜卷 阿卡說開行了Turbo 就要吃了 吃這個紫菜卷 我想說我韓國永遠都這麼愛吃這個紫菜卷 我吃了一間東大門館吃完 真的回不了頭 你不喜歡吃這個嗎 好好好 整條我都可以吃完這個 嘗嘗好不好吃 最重要它麻油夠香 但是可以 不會特別好吃 不會再溫塵 不要吃什麼 我都不吃蘿蔔 我都不吃蘿蔔 但是我會吃 哈哈哈 餓 不一定會吃的 現在開始有一點精神了 因為吃了一些東西 嗯 嗯 很餓 很餓 我們等了這麼久 終於等到這個類似Isaac 其實這些叫什麼名字 它叫做多士達 它跟Isaac的做法完全不同 它會加菜餅 即是蛋加菜 加糖 鹽 不知道吃了什麼 好餓 好餓 我吃了一口 好想繼續吃下去 哈哈 你覺得味道如何 對嗎 是不是 它是吃下去很有豐富感的味道 它一層一層 好餓 對呀 最重要是它那個蛋 它加了菜 做一個醬 變成那個東西很厚 加上汁 加上芝士 加上火 整件事很豐富 三千五百瓦 這個值得試 可以試一下 跟Isaac是兩回事 對嗎 就是兩個不同 因為它加了番茄汁 令到會更多汁 不得了 好恐怖 哇 這個蛋 真的好棒 我沒想過現在之後還要搞什麼 都會好像平日一樣拍這麼多人 但是下一集他們吃它 哈哈 好 我們現在呢 吃早餐 吃到第四樣的早餐 我們就吃這個Isaac 因為真的來到韓國 不可能不吃了 我們就點了一個六號 一個七號 那那個烤牛肉扒 那那個烤牛肉扒 那那個漢堡扒 那那個烤牛肉扒 那個是如何 好吃 好吃嗎 真的好吃 因為我上次點是火腿芝士 最平常的那個 我真的沒吃過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不知道要點誰才好吃 那我就想點個平常一點 我沒想過這些會比較好吃 但是這次阿卡爾 當然要吃這些 那就試一下 嘩 它的扒 如果這樣說的話 它的扒不夠濃 如果這個扒很濃 它會世界級正 而這個呢 吃下去那個扒是不夠味 關於它的菜 芝士 醬 會搶了扒的味 所以我那六號是 83.43 不是說特別好吃 那些刀融了 整件事很滿足 好吃 我相信不需要我說 Isaac你們一定會試 世界級正 最多可以試 試一下它的七號 不知道好不好吃 這什麼吃 嗯 你那個烤牛好多啊 你那個 好濃味 我那個厚 沒有去到醫院吃 但是 不是說 很好吃 它那個是 94.34 這個是 嗯 它的扒是很好吃的 它的扒一咬下去 就已經吃到那個扒的味道 我這個是 要吞一會才吃到扒的味道 但都真的不差 但它那個是世界級 值得一試 是沒得輸 我這個就正常一點點 所以大家叫一叫七號 記住 是不是沒有這麼濃郁 我知道 它們兩個的醬不同 是不是 是不是 都說你那個比較好吃 哈 但是吃Isaac 是不可以 share吃的 如果不是會打架 是不是 那個醬 它那個是燒汁醬 我那個是醫院醬 不是說 很濃味 但是它的麵包 是甜甜的 永遠最好吃 它的麵包 一點點脆口的感覺 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 那個麵包 有蜜糖的氣味 很棒 但是 永遠都在旁邊飯香 唉 為什麼我要點六號 那試一下兩個不同的味道 誰知道吃了它一口之後 你看 它沒有打算給我吃第二口 哈哈 它是不是吃光 我還有大半個 哈哈 那現在呢 早上時間10點了 那我就要快速補麵 兩個小時 我們兩個 那我們兩個 兩個小時再見面 再去其他地方再玩 一會再見 先睡覺 Bye 我們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已經3點45分了 我們已經睡了 約5個小時左右 我們現在補麵成功了 好精神 但是我們有一樣東西 是共同 其實第一次說的 好餓 哈哈 我們現在先去場前 然後再找東西吃 基本上我們這次來是放鬆 然後不斷吃東西 這樣休息一下就算了 那我們來到換錢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原來我帳戶之前來 都是來這間 這間真是網上供應 他在名動上面 長錢的witcher最高 那就是大市面 又是大市面館 大市 長錢 大市館 sorry 那間長錢的witcher最高 是140 我機場看到是128 這裡就是140 那剛剛就換完錢了 那我這次呢 我這次呢 又搶了 我們倆都是搶了三千元港幣 先 因為我上次來呢 又搶了四千元港幣 但是洗淨一點 那我覺得來韓國男仔 男仔 如果來韓國男仔 如果你不是八婆會買很多護膚品 那些呢 其實三千元我覺得夠了 那我先搶著 因為他都方便的 去搶錢 所以我先搶三千元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吃東西了 這一間的地址呢 我到時再打出來 或者你看我上一段影片呢 我會詳細告訴大家 它大約是什麼位置 那我這次就不多說了 那大家記住 如果來的話 就來這裡附近搶錢 我來到 我會不會太大 我來到榮洞了 GO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間餐廳的餐廳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是吃鐵板雞 然後中間有些芝士 然後另外的配料再加 我現在三點四點來 就是這些省點的 這個人呢就是九千五百元一份雞 那我們倆人就買了兩份 另外我們省點了一個年糕 然後再加了一個拉麵 那如果你們是早點來的話 它就直接有Z給你選的 那我現在這個時間來呢 那我就要省點了 好這個東西來到 就是我們本身點的雞 然後中間就是這些的芝士 然後我們再加了拉麵 還有年糕 那我們現在就來這個攪拌的儀式 攪拌完呢 讓我試一下它的味道如何 這間餐廳是我們朋友推介的 她說是很好吃 那之前呢 阿典娜女神呢 已經去吃過另一間 同樣的東西 她都說是很好吃 那我還沒試過這一類型的東西 那我這次也是第一次試 那我試一下好不好吃 嘩 嘩 糟糕 她不斷試一點水量 即是看到Z和我們一起用這個東西 嘗嘗 嘗嘗 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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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就是呢 一起來第一餐 我第一天就要看到梓山 好辣啊 好辣啊 我每一次去旅行 其實基本上隨梓山都會跟著我去哪裏 我想說它的味道是十分之濃郁 雞是滑的 即是不會說很乾的那種感覺 是否混合呢 它加上芝士 本來加上韓國的醬 會一坨這樣 它會分開不會說很坨的感覺 你會吃到很濃郁的味 好辣 當然好滑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泡菜 令整件事很滿足的感覺 讓我試一口麵 真的麵是最爽味的 但是麵我覺得 暗床子山 OK 好辣啊 好吃 它夾了一堆芝士 所以令到呢 這個好辣 現在選了這個辣度是中間 其實應該不用辣的朋友要選BB 但是呢 真的好吃 但是這個值得一試吃 對不對 這麵是最好吃的 最爽味打熱 也是最辣的 雞都很好吃 其他一次沒有吃錯 這個 現在徐治先生的親密關係 你覺得有多親密 真的好辣 真的好辣 他在嘴裡 哈哈 他在嘴裡 哈哈 真的好辣 他比我吃得更辣 十倍 他都說辣 你可以幻想到我現在是有多辛苦 但是好吃 你覺得這個味道是 90.87 90.87 90.87 這個不能輸 這個大家可以試一下 很棒 好辣 它是韓國辣麵那種辣 你看到我的眼淚水 完全是保持著 你不可以說 我吃了兩口 我喝了三杯 還保持著韓國辣麵那種辣 我當然知道 他停在這裡 哇 我飄了眼淚 哇 好辣 你記不記得 今天 我真的 第三年是徐治先生 哇 你有沒有這麼誇張 好辣 它的年糕是很好吃 我想說 是很軟的 它的年糕 所有東西都很好吃 但是為什麼我們叫錯了 中辣 好辣 我兩隻眼都流了眼淚 我們找到一個解辣方法 喝水是沒有用的 有嗎 它這裡 有個自助區 我但不行 它這裡有個自助區 有些少少的沙律給你拿 隨時可以吃沙律解辣 它就很辣 但是呢 它會讓你繼續保持著 多辣你都會吃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它的味道真的不差 所以你記得我 現在辣到兩河水 馬上去 我都不會放氣 因為 不是放氣 因為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都會繼續吃下去 這個crazy wifi 真的不建議大家用 你看看我們要這樣用 才可以收得快些 如果放在袋裡 它會拌得極慢 已經第一次答案 第一天就已經這樣 不得了 好了 我們剛剛吃飽了 我們現在吃完這間的食物 你覺得這間食物如何 好吃的很辣 對 如果它不是那麼辣 你覺得它是不是會是神級正 因為我們是這麼辣 我們都是不斷夾的 所以我覺得這間食物 真的推薦大家吃 我們賣單吃了 27,000元 即100多港幣 如果去到的位置 就是在前面 這條巷 就是這條巷 進來二樓就是 十分容易找 這間食物真的推薦大家吃 我現在去哪裡呢 開始要去旅行景點 我們現在出發去旅行景點 我們在這個地鐵站六號出口 我們現在去哪裡呢 我們就要去這個首爾塔 六號出口出來 一直走這條斜路 一直走 走到上去 就轉這個纜車 纜車就可以去到這個首爾塔 我去會看景點 我現在去旅行 會久不久看一兩個景點 我去到告訴大家 我是十分之期待的 好 不久很辛苦 我們終於搭纜車踏上來了 那搭纜車的門借呢 就是8500往來回 這個纜車如果單程的話你可以選擇搭上來 然後再走下去 搭上來就6000瓦一個人 我們買了來回 但我們等上來差不多等了一顆粥 超多人排隊 我們現在終於到 我們到了首爾塔 我現在來到這裡 第一時間先去拿票 在這裡直接買票的話 就是1萬瓦一個人 萬萬七十多港幣 我上網買的就是2個人加上130港幣左右 便宜一點 到時候就不用在這裡排隊 我直接去那裡拿票 拿完票之後他就會有一張票告訴你 輪候號碼是多少 他說20分鐘之後就到我們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來到 第一時間拿到票再去其他地方拍照 變相20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慢慢拍照 不用等那麼久了 這個塔旁邊就有一條這樣的橋 全部都是一些愛情的鎖 如果大家要買這些鎖 就在沿路上也會看到店鎖賣這些鎖 那就是會有一個鎖 那我就單身稿 那我就去看別人的鎖 那我就... 我不渴望 Sorry 原來不單是有鎖 有些牌 還有一些iphone case 沿路有很多iphone case 你看看 就是什麼都要按一下 就是什麼都有的 iphone case 然後這裡又有一塊牌 哇 原來是這樣的 下次大幅這麼大幅的話 你瘋了 如果你按完鎖 那這裡就可以讓你放鎖匙在這裡了 這裡就是剛剛說的鎖 你就這樣有鎖 接筆給你 譬如這樣買 有八千瓶 有九千五百瓶 有普通的五千瓶 就是這樣的 有些有夜光功能 哇 這麼多 這麼花巧 拍拖要花多少錢 買這個 這個超漂亮 又有一個紀念給自己 那輪候No.1到了 那我們就現在可以進去這個展望台了 剛才不知道是什麼玩法 我現在喜歡去展望台看 一上到來 第一時間可以看你剛剛拍過的照片 那你看看漂亮不漂亮 那你自己可以曬一張照片出來買 那我現在就看看照片漂亮不漂亮 因為我看到它可以記住一些不同的背景 最重要我們倆的意願是 怎樣才可以買一張照片 無色合行 可以選擇四個不同的背景 我覺得夜景這個最漂亮 看看我們的樣子 這裡啊這裡啊 哇 有四個選 哇 你有雙 我們到最後選了這一張 然後它的價錢就是 15000W 就兩張medium 最普通的尺寸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要一些超漂亮的 有得搖裡面有些雪景的話 那就是20000W 那我們就選擇最普通的 流華一個紀念 雙下巴你也選擇是什麼玩法 是不是我認得很漂亮 小雙 小雙OK的 到手了就是這樣 來到這裡 那我就覺得不如留一個紀念 那我們就每人留一個紀念 那我們就看這個手耳塔 我彼此上來就帶全世界一起看 那就會回本的了 大家先走一旦 一上來就剛好就已經上位了 這裡就是一個專門賣糖果的位置 然後這裡又是一些精品店 賣回這裡的 譬如這些手耳塔的飾物 或者這些擺刺 好像剛剛我那些磁鐵 這裡也有得買的 但剛剛我有時間多了 那我就下面賣了 那這個Postcard也會有 那你買完之後 直接就可以在這裡寄 寫完直接貼買郵票 這樣就OK了 我走完這個手信舖 之後來到這裡就是賣炮局 然後這裡就剛剛的入口了 這裡有個影相機 這樣就入口了 那就已經一個圈了 看看夜景好不好 就是這樣 我相信每一個地方看的夜景 應該都是一樣的 大家快點 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那我代表大家上來 如果大家不想上來的話 就是這樣 到最後忍不住 走回去買了這個相框 我覺得都是放在這裡 在家裡 還有一個回憶會比較大 可以這樣的 你看 你看 我們好像來了韓國下雪一樣 好漂亮 好漂亮 我也看不到雙下花的雪 這樣你也被你想到 他叫我回家不停搖 因為我說他真的很漂亮 你還說 色色色色色 幹什麼 我現在在寫上帖卡 謝謝 謝謝 很快 謝謝 謝謝 好啦 我們說這麼快就走完這個首爾塔 感覺如何 這個東西我們真的走過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但是永遠這些塔的景點 都是差不多 但是就不適合 阿卡 也不是說我很適合 實際上我帶大家來看看 究竟這些塔的景點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在樓下 拍照才來 在樓下拍照就算 但是這裡 你要特意坐纜車上來拍照的話 你又浪費了 所以我就上來這裡玩了 都OK的 你們來的話可以試一下 但是你看看他 所以你那個樣子 我吃炸雞嗎 餓了嗎 餓了 是不是很餓 好啦我們現在 下一站出發去吃炸雞 好了現在晚上的時間九點 我們現在玩完了 我們再坐下船 其實如果大家上來的話 我都建議大家上來玩一下 看看這條橋 各樣東西 我覺得這個景點 真的值得來拍照 我也覺得開心 雖然你說 花八十元上去 這個塔本值不值 我覺得 上到來你不會不上去 因為這裡附近 跟平時的不同 你不會說走兩步 又去市區 那這裡坐纜車 都等了一小時 那你都不會 說上一上來就算 這裡我真的挺建議大家來 你看這裡 這裡真的挺漂亮的 我相信日後來會漂亮一點 我又不懂做這個愛心 來到這裡 當然要做這些動作 拍照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拍照 懂不懂東西啊 就是這樣 或者剛才有些人是這樣拍 你... 對 啊 好笑啊 哇 走啦 我們現在下一站就去東大門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買票 因為我們沒有八百通 所以就買票比較麻煩 兩個人加起來是3700W 如果大家要吃這個橋村炸雞 就是在東大門地下街 六號出口 一出 轉個靚灣 這裡就是橋村炸雞 這裡會有一間KFC的 很容易找的 那你就會看到 這裡有橋村炸雞 超好吃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橋村炸雞的菜 一打開就是這個蒜味的雞 每一份雞都是藝一份的 一份的價錢是16,000W至18,000W至20,000W不等 這個有蒜味 然後有醬油味 然後有香辣味 還有我上次吃過的蜜糖味 我上次吃過這個蜜糖味 我覺得OK的 真的值得一試 那如果你說我不想吃那麼多一個味道的東西 我想分享一下 那這裡會有一些菜式的 那你會變成17,000W 就有兩個不同的味道 那香辣就會配醬油 我想吃醬油配蜜糖就沒有的 所以變成這些菜式 我這次就不適合 我上次吃正味 除了雞之外 它還會有沙律、小食、各種小食 那如果一班人來除了點不同種類的雞之外 有啤酒和汽水給你選擇 那這個菜式就是這樣 那其實你兩個人吃 剛剛都是吃一份雞 或者你點兩個味 但你就不會點到兩份不同的正味 那如果一班朋友來 你可以試很多不同的味 很香 它是超香蒜味 我來試一試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就是普通的蒜味 它不是醬汁 但我想吃的那些是醬汁的 所以它是特別好吃 它現在感覺是 聞起來是超香的蒜味 吃下去是它的香味的程度 是六成至七成 沒有說這麼香 但其實它不是沒有味的 很好吃的 但是 沒有它之前的蜜糖那麼好吃 因為我試試新的 沒有想過 蒜味就普通的那些 我想大家如果要點的話 一定要點有醬汁的 如果這個100分滿分的話 我覺得它也會有 81.34 它不是很好吃的 因為它的雞永遠都是好滑 一炸一點都不乾 這個是真的 咬下去淡淡都是肉 很juicy 它有那種油 又不會吃到 很頸殼的感覺 怎樣都是值得的 不過它只是有對比 但它差了一點 如果100分滿分 你會覺得有多少分 83.5分 對 只有80多分 但是 我們只是失望了 但不是說不好吃 這個東西也不錯 真的很香 對 如果真的有汁的話 我相信是99.34 差一點 通常你平時在香港 如果吃炸雞 你不吃皮的話 這裡是完全不需要擔心 你連皮吃都不會覺得很膩 它的皮炸得很薄很薄 第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跟家人來 跟老老級的人來 我覺得你們只要想想 或者想想 你跟家人來兩個人 到底是否有 例如我剛才吃吃 我都要想 我下次一定會帶媽媽來吃 但我都想 跟媽媽來最多吃三塊或四塊 我一個人可以吃了十多塊 這就是自己擔憂的一個位置 但其他東西都覺得OK 我覺得這間店是真的要推介給任何人 你身邊的朋友來的話 我相信你來韓國 你應該都聽過這個名字 的確我覺得真的挺好吃的 好啦 那我們剛剛吃了這個橋村炸雞 都一段時間了 你覺得感覺如何 你飽不飽這個感覺 平常的 平常一個KFC桶差不多不像 幾塊街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 正正就是它是漏的 但如果你說飽的 我不是 真的好飽 所以我們決定去東大門 走過街 看看 有什麼掃街 掃街 你能不能掃多少 要吃魚膏 魚膏 魚膏 我要吃紫菜包飯 和紫菜包 和紫菜包 總之我們見什麼 一會兒吃什麼 還有我們先逛街 我記得我去年來這裡 我吃這一間 這一間也是一串串的 但是我沒記錯 我吃的那個牛肉 我覺得很好吃 那我現在要試一下這個 就是魚餅的東西 試一下好不好吃 這肉很濕 不好吃 吃一會吧 它的汁好吃 但是魚膏太硬 是不是是不是 我吃完是這樣的 失望 我吃那個肉真的很好吃 其實我不是說飽了嗎 是不是很難 是不是很難 真的很難吃 吃其他東西 這裡就是我所說的 東大門會比較晚一點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那麼快關門 有時間還沒關門 你可以慢慢走 有時候你下了飛機 不知道到哪裡 橋尊街的雞 就可以吃24小時 變相你可以逛逛街 就沒那麼早關門 現在我都差不多11點12點了 吃東西 然後就回酒店 下一站我看到有很多人 排隊 很多人 然後我要一起試一下它裡面有什麼吃 其實我沒有看裡面有什麼吃 但是我決定排隊 哈哈 手上的東西都沒吃完 就買新的東西吃吃了 看看 好吃嗎 這個魚膏跟我們平常吃的魚膏有點不同 平常吃的是清水煮 或者是清湯煮的 這個呢 再加韓式醬汁 然後再剪碎它 再加蔥在上面 好吃嗎 再加沙拉水在旁邊 會特別一點 先吃這個魚膏 它是比以往的大串很多很多 嘗嘗 嘗嘗 嗯 是我們這麼久以來 沒吃過的味道 我覺得 因為它有加一些芝麻 它是3000瓦 比起平常的貴1000瓦 我覺得 吃下去的口感 不是說世界級正 但是值得一試 是挺有趣的 而且它很大串 平常那些沒有那麼大串 我這個真的很大串 嘗嘗 嘗嘗 好吃一點 嗯 它的醬挺特別 我很少吃到這個味道 而且它加上蔥上去 我覺得挺好吃 但它不吃蔥呢 就不太喜歡 但是我覺得嘗嘗的味道特別不同 因為你本身的醬是酸辣的 嘗嘗的 它有沒有那麼辣 好吃 雖然這個味道很長 這個是相機花了 還是我的嘴巴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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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味道是 不是那麼簡單 真的很難吃 很濕 OK 真的 不錯 下一個東西 就是吃我最愛的紫菜包飯 我上次在那邊的東大湖 剛剛我說的那邊 很好吃 而且可以選擇味道 可以選擇明太子味 真的很好吃 但是 還有那些飯 是很重的 我最主要是這個 這個我看它是紫菜油膩 我看好不好吃 它不是不好吃 它也是有重的麻油味 但是 可能因為那間 它有很多味道 可以選擇明太子 選擇各樣各樣的味道 但這些都是最正宗的 這些最普通的蘿蔔 那些餡料 它是有麻油味 很重的味道 好吃的 但是 我很想吃一些 可能那個不是很正宗 這些才叫正宗 但這個都吃得一試 我覺得這個好吃 這間店是不錯的 大家看到這間街邊的檔 認得它的樣子 可以試一下 很重的 因為它每一條都亮亮亮的 你會看到亮亮亮的 超好吃的 很香 是不是很重的 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但是 但是 算了 我不打算算了 這裏都好吃 我們現在 逛逛東大門的商場 泰裂衣 這一邊的東大門的衣服 真的好像老街 我給大家看 正宿老街 但是那邊就會更漂亮 有些寒味 這些就是 內地豐活 比較重 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超級東門 這一邊賣 幾個商場連著都是這樣 你看這裏 Supreme的衣服 然後你看 這些衣服全部都是淘寶 東門的款式 真的差很遠 在這些商場逛街 這商場你就會看到很多不同的 Like 然後不同的波鞋 然後有些有牌子的衣服 然後還有一些香水 當然這些是否真的 你自己限量一下 會看到在這邊有很多Jordan的款式 這些東西就不輪到我們在這裡消費了 我們純粹來就是參觀一下就走了 我們走完東大門 現在12點半 我們來到這裏等的士 我上次拍片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它們是海鮮夾 我沒記錯我搭去明洞 我沒記錯幾千瓦 兩萬這個的士開的 你有什麼 feedback 兩萬我不走回去 我們又要逐格逐格 很煩 全部人上了車都會自己下車 他們會叫你上車 然後就會問你有多少個人開架 海鮮到不得了 我剛才碰到司機 是願意按跳標的 很多人在等的士 真的很麻煩 現在在看自己的影片 看到我搭多少錢 我之前搭6千瓦和3千9百瓦 我之前搭6千瓦和3千9百瓦 我也搭過 2萬瓦 我不會搭的 細不低頭 我寧願走出街頭 再接跳標的士 我都不會搭 對嗎? 對! 等等的士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一套火 所以我們決定又吃點東西 去令到我們的心理開心點 我和我們永遠不斷重複吃的 就是魚膏 冬天真的好 但是沒有今早的胡椒味那麼重 我覺得這個是正常普通 我覺得今早的好吃很多 但是太冷了 你要保持著吃 你的人才會暖 吃口 根本就是想吃東西 好香嗎? 好香 你知道這個世界有什麼人最喜歡喝湯嗎? 阿婆我最喜歡喝湯 我不喝湯 很辣 很辣 YES 湯好喝 我剛剛才說魚 喝湯的才是阿婆 哈哈 但是魚膏的湯真的OK 你可以喝一兩口 如果你不想做阿婆 一兩口就OK 喝一兩口都不會去到阿婆的年齡 他喝一杯就真的去到一個阿婆 OK?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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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說這麼快 上了車不夠兩分鐘就下車 其實東大門去明洞真的很快 我坐的時候一起來一起來 一起錶就五千元 我都是跳... 有東西吃... 蛤? 我吃東西 我們一上車的錶價就五千元 我們都是跳了兩下 坐了五千六 兩萬元真是愚蠢蠢 嗯...好吃 哈哈哈哈 我酒店又把今天最後的甜品吃完 那就完了這個VLOG 那我就買了兩個不同的雪糕 一個就是粟米的樣子 整個都是粟米 我摸上去都很像粟米 另外就買了一個曲奇味的雪糕 試一下這個好不好吃 先看看 它是有個皮包著 它是好像... 一些脆筒的樣子 不知道粟米味是否濃郁呢 你看看 嘩...它做得也挺搞笑的 啊...搞笑的 你看看 走一米 哈哈哈哈 這樣 嗯... 不知道在吃什麼 吃一下 有一點點的粟米味回來了 平常 但是... 它的樣子告訴我 它很濃郁的粟米味 但是算了 沒有太特別 不是不好吃 但是平常 啊... 好啦... 那今天這個VLOG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VLOG 都不是說吃了很多東西 但是吃了每一樣東西 都是十級滿足 還有我們去的景點 今次都覺得十級好玩的 那我們明天再見 因為我們要早點睡了 現在也是凌晨的時間 1點半左右 我們衝了兩點多 明天我們要好早起床 因為我們明天就去那個景點 樓浮山 明天7點 就要到酒店樓下Lobby 所以我們6點就要起床了 那我們明天再見 我說到樓浮山嗎 你看看 我說到樓浮山嗎 哈哈 明天我去那個景點 樓浮山 喂... 我們明天去那個景點 是藍二島 OK...sorry 那我們明天再見 帳戶閉 哈哈哈哈 拜拜 哈哈哈哈 可以玩的 可以玩十次 或者做Gross 不斷做Gross 哈哈哈哈 哈哈 Gross 不錯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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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